把臺灣拱成了這個亞太的樞紐 安倍的挺臺 安倍家族的挺臺 安倍生前最大的遺願之一 其實都跟這個人有關 剛來賓大概有提到 那就是李登輝前總統 所以就請教他這個學委 講到兩個人之間的這個 多年的這個情誼 亦師亦友 所以在安倍生前 其實他的遺願就是 我希望能夠到 李前總統的這個墳上 去祭拜一次 那當然兩個人現在可能在 已經在天上這個重逢了 可是呢 提到他們兩個這個之間 這個亦是亦復的情誼 其實大家都還是覺得很感動 其實那個安倍晉三在過世之前 他曾經有講過說 他這輩子有 還有兩個心願還沒有完成 第一個就是什麼 祭拜李登輝總統 第二個就是什麼 日本要修憲 那其實這些事情 都跟李登輝有關 對不對 他本來祭拜李登輝總統的話 本來今年七月底 有可能會成行 那可是因為就是發生了 這個不幸事件的時候 所以這個事情沒有完成 可是他現在在天上 應該是跟李登輝有碰到面的 那講到說為什麼他們兩個人之間 會有這麼深的情誼 其實他們兩個人第一次碰面的話 是在1994年 那個時候安倍晉三 只是一個菜鳥議員 他剛當選對不對 可是他遇到李登輝之後 他就跟李登輝 闡述他的治國理念 跟未來的政治藍圖 那李登輝聽了之後 就說不錯喔 這個日本人 年輕人不錯 有願景 對不對 所以他後來兩個人 就常常有一些書信往來 或者是一些聯繫這樣 就希望說給你一些指導 或者幹什麼 其實為什麼安倍晉三會對李登輝 這麼敬佩你知道嗎 大家記不記得 其實李登輝在日本 是很紅的一個政治人物 是啊 對不對 他當初有寫過一本書 叫做五四道解題 他告訴你說 而且李登輝對日本人講話 是這麼不假辭色的 該修理就修理你知道嗎 他說日本現在已經沒有 五四道精神了 對不對 他說要告訴日本人 什麼才叫做五四道 所以他寫了那本書 就叫大家說 你去看那本書 你就知道說 日本的五四道是在講什麼 所以日本人一聽 哇 日本的五四道竟然在台灣 被李登輝給傳承發揚出來 所以當然很多日本 當時很多人就對李登輝很尊重 所以安倍晉三 那所以是他的小粉絲 他覺得說 你竟然能夠帶領台灣 在最難的時候 度過這些難關 而且在很多政治紛擾的過程之中 你能夠一桶江湖 這對他來講 政治人物來講 腳手不錯對不對 身手這麼好 一定只有爵士武功 所以我要從你那邊 盡量去挖一些東西出來 好啦 那個時候其實 李登輝修理日本人 還不是只有這一次 你知道他2020年 李登輝卸任總統之後 他2001年 他就是為了要訪問日本 他其實主要是要去 靖國神社參拜他的哥哥 那個叫炎裏五折 就是李登青 他本來要去祭拜 可是他說這是一個家務事 可是很多人就覺得說 你台灣的總統 你跑去日本祭拜靖國神社對不對 我管你是在拜年哥哥還是怎麼樣 其實他說他已經62年 沒有看過他哥哥 他就希望說能夠在有生之年能夠去拜一下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他就用各種名義 他那時候是講說他的心臟病需要治療 動手術 用醫療名義的關係去 那可是中共就一直在干擾啊 他不願意日本發這個簽證給他們 那個時候只有誰 只有那個什麼安倍晉三 他排除各種的那個困難 他在那個內閣裡面的親中派 他又喬出來 那個福田龍做那個什麼首相什麼東西都喬出來 大家來喬 你喬喬這個李登輝來 說實際上你給他醫療名義不會有什麼問題啊 對不對 因為那李登輝那時候還公開講過一句話 他就講說 那日本人的大這麼小啦 一小小比鳥屎還比較小 你看他都敢公開講說日本膽小 比老鼠還小胆子這麼小 所以就跟你講說李登輝就是因為他這種個性 獲得日本很多人的一個欽佩啊 而且那時候2010年 其實那時候為什麼 其實安倍晉三在第一次擔任首相 2006年的第一次擔任首相的時候 他只做了一年多就下台 其實是因為他的那個大腸潰瘍 那個毛病一直在發作 那種毛病就是怎樣 你的免疫系統會攻擊你的腸壁 攻擊之後你十分鐘就要上一隻廁所 而且常常大出來的不是大便 大出來是什麼 黑色的血 就是你的腸壁被攻擊之後 整個那個細胞組織崩下來這樣 所以他那個時候沒有辦法當走向之後 他就下來休養他的身體對不對 可是在2010年的時候 那時候松山機場跟羽田機場 有個定期航班的起航儀式啊 那個什麼安倍晉三 那個時候就趁這個機會來台灣之後 他又去跑去什麼 見了李登輝你知道嗎 那時候李登輝 當場跟他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我交給你三樣功課 第一樣功課就是說什麼 你再當一次首相 他一直覺得說安倍晉三 有可能變成亞洲最優秀的領導人 所以他說你可以趁這個機會 振興日本經濟嘛 所以後來才有所謂的安倍經濟學 就是安倍三之劍嘛 那果然在311大地震的時候 安倍是把日本的經濟帶起來 變成一個觀光業蓬勃發展的一個國家了 好那第二個他又告訴他說 我再給你第二項功課是什麼 你要重用女性隔園 所以你知道後來沒多久你就會發現 日本出現第一位女性的防衛大臣 稻田彭美 那就是因為李登輝給他的建議啊 那第三項就是說你要修憲 為什麼 因為日本憲法第九條的時候 他當初就已經告訴你說 日本是應該戰敗國 他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 而且不保持陸海軍陸海空軍跟什麼 有關的其他戰士戰爭力量 而且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在亞洲地區的話 要能夠變成領導地位的話 你不可以沒有軍事武力啊 所以你應該適當的修憲 修改你的憲法 讓你的軍隊可以在亞洲地區 變成一個強有力的一個防衛力量 所以那時候你看三個功課交給他之後 李登輝跟他講了之後 現在目前第一個第二個都已經達成了嘛 那現在就只剩下修憲這一個 還沒有做到 可是日本這一次的補選跟改選 參議院的補選改選的話 看起來在明年年初 日本應該就會 內閣就會提出修憲案 在明年七月就會舉辦公投 就是把這個第七法第九條改過來 因為修憲的勢力 所有的參議院 眾議院 自民黨跟執政聯盟 加起來都已經超過修憲門桿的三分之二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應該有可能會達成 可能會達成 好那我再講一下 其實安倍晉三從拜理 李登輝到什麼地步 只要有機會 他都要跟李登輝見個面 2015年那個時候 李登輝不是去眾議院會館去演講嗎 安倍晉三礙於首相身分 他沒有去那邊聽演講 可是你知道嗎 他竟然找了一個那個什麼 才界大老叫葛西靜之的 他就故意在那個東極酒店 那個水蓮料理 就早餐會你知道嗎 就辦一個 我假裝說我跟安倍晉三在那邊吃早餐 李登輝也跟朋友去那邊吃早餐 兩個人不小心偶遇啊對不對 就坐下來這樣一談 就談了一個多小時 所以就跟你講說 他是抓遍了任何的一個時間點 只要能夠跟李登輝見到面的話 他一定要去聽聽李登輝對他的指教 跟他的一些說法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兩個人的關係已經好到這種地步了 其實剛才也講到說 那個安倍晉三一家三代對不對 一門三項對不對 這一門三項裡面 全部都是對中華民國 對台灣是最友善的 難怪安倍晉三被人家說 最愛台最挺台的首相 我先解釋一下 他的外公安信介對不對 當初他當選那個首相三個月之後 他就來訪問台灣了 安倍晉三訪問來 那個安信介來訪問台灣之後 你知道嗎 他沒多久就推動台灣的香蕉輸日 台灣那個時候那個香蕉叫做黃金 真的是黃金 對台灣的經濟發展 只有多少的那個幫助啊 所以他是最挺台的嘛 親台派的開身始祖 就是從安信介開始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知道嗎 他來台灣之後 竟然跟蔣介石有沒有 秘密組成反共聯盟啊 他跟蔣介石很麻糬耶 那兩個還能夠組成反共聯盟 1949年的話 日本軍人成立一個軍事顧問 組織白團有沒有 是幫蔣介石訓練他的軍隊 所以你看那個關係 已經密切到這種地步的話 你說 安信介他們 對台灣怎麼樣 當然是很好啊 所以你今天他有沒有資格 這樣辦起安倍晉三 當然有啊 好那我們再講一下好了 國際上幫我們發了多少聲啊 對那安信介的弟弟叫什麼 左騰榮座 剛才市委也有提到 左騰榮座 他那個時候是用經濟援助 在幫忙台灣有沒有 鞏固在聯合國裡面的那個席次 你知道嗎 接下來是怎樣 他跟1965年 跟美國戰爭總統裡面 共同發表支持中華民國宣言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看他們家的人 對台灣是怎麼樣 真的 你沒有話說嘛 那安倍晉三 很多人都講了 大家也都知道嘛 他光一句話就有適合在這個時候 駕棒級 為什麼他講了什麼 他說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對 就是美日同盟有事 光這句話 就足夠把這個美國拖下水 對不對 真的 那你今天只要講說 他用日本跟你做擔保 我怕日本跟你台灣抹跡對不對 對 那你美國換這裡沒差 可是我現在把你一起拖下水 我用美日安保的條約有沒有 連台灣一起包裹進去 你覺得這件事情 他對台灣是不是 還有很大的幫助 對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很多事情 尤其柯智恩我真的要講 他學者 張亞中也學者 柯智恩說遺憾難過 不是啦 那遺憾難過是怎樣遺憾難過 我現在是講說 你今天對那個安倍晉三的話 我們的那個降伴旗條例裡面 也有一條 對世界有貢獻 或者和平自由和和平 有貢獻的人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南大安倍晉三他這樣 他防止了中共侵臺 難道沒有自由和平貢獻嗎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不要用這種方式 來看待這件事情 你應該用更寬廣的國際觀 今天只要對台灣有幫助 對台灣有協助的 能夠把台灣納回最好的朋友的話 我們都應該感念他 紀念他才對 對 而且柯智恩如果反霸凌的話 你就應該去反那些 在你臉書上霸凌 我們在國際間最好好朋友的 這一些人 好好教育他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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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